施工人員逆風站在五層樓高的鋼梁上 行走時全程沒有防護措施 雙腳一開直接跨坐在鋼梁上作業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下方機鋸掉了頭繼續開工 彷彿對威脅行徑已經習慣 桃園大園區的當地民眾指控 工程沒有經過市府單位審查 也未領有建築執照 竟然私自蓋起近千坪建築 對於施工人員防護措施完全沒放眼裡 依法可除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把握 必須立即提供儲備 附近居民還控訴 施工半年以來 造成民災牆壁均裂 此磚掉落空氣 居民多次反映 但始終沒結過 用輪子要一直輪子 這個全部都是 房子都是破裂掉了 地震就倒下去 不知道地震會壓死掉 千坪倉儲大工程 沒執照偷蓋 工人也未綁繩 囂張拔戶平慘 圍觀紅線 桃園市政府監管處回應 目前已將業者勒令停工 民眾提及的毀損問題 會派第三方技師到現場勘查 如數事實也會對業者進行列管 三立新聞 徐明吉 崔道雲 桃園 採訪報道 要看見 輪胎 摀 瘤